为了二指酒驾歪风 花莲监理站从19号开始配合酒驾新制上路 首批公布辖内契机车酒驾累贩的照片以及姓名 而在日前凤陵镇发生的一起酒驾肇事致人死亡的车祸 也成为花莲县首例酒驾车辆被没入的案件 花莲市线上巡逻远近发现一名骑士 没有戴猴口罩立刻上前进行蓝查 虽然过程其实态度良好也都愿意配合 但身上却飘着浓浓酒味 警方拿出仪器要他轻轻一吹 才发现原来是酒驾惯犯 你有喝酒吗 当时暖的 在记得在暖嘛 64岁陈姓男子在三年内连续两次找警方查获酒后驾车 为了遏制酒驾歪风 花莲监理站从19号开始也配合酒驾新制上路 首批公布辖内汽机车酒驾垒犯的照片及姓名 酒驾在111年的3月31号有新的修正 它就是在这个修正的这个范围的一个里面 有两次的一个酒驾的垒犯 所以这个已经裁决确定了以后 那我们就把他的这个垒犯的这个相片 公布在我们的网页上面 另外日前在凤林镇发生的一起酒驾 造势资人死亡的车祸 也成为花莲县首例酒驾车辆被没入的案件 新修正大陆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三十五条第九项规定 七七车驾驶人酒后驾车 因而造势自能重伤或死亡 得以行政法法第七条等相关规定 末入该车辆 本分局报警检查班完成形式相验程序后 车辆末入部分 令已请管辖花莲监理站依法拆除 末入不会返缓 末入就是将车辆我们会不将它消费 酒驾新制上路除了罚则加重 还会被公布出来 为了维护用路安全 警方则提醒驾驶人 如有餐序饮宴 千万别行存侥幸 请指定安全驾驶找代驾 请有接送或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 切勿自行驾驶任何载具 以免有憾事再次发生 记者大花莲综合报导